哈囉,大家好,我是徐玉 那這個萬山財神呢 日版的萬山財神 我也算是一個實際使用過了啦 那就簡單聊聊的實戰心得吧 那這隻角色嘛 先說結論 在日版很強 那也有一些缺點,缺點就是他的Live2D 沒有進到日版,蠻可惜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的Live2D才是他的特色之一 那很可惜這個東西呢 可能還是因為系統上的限制 對,所以沒有成功的也 引入,那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機會 看到他真正在日版動起來 這樣子,然後其他主動技 來說的話,他的CG 125%是 激烈的倍率,2.5倍 這樣子,那很痛,可惜就是 他的CG其實真的被壓到只剩 200的情況下,傷害面 可能沒有像之前的 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痛,那如果真的 要拼疊弓的話,大部分 的情況下就是打牌要拼疊弓的話 可能還是會以原版的火女王 7.5%的疊功能力 加上100%的CG 威力傷害的輸出去比 然後其他部分的話 我覺得用起來都還蠻舒服的 打一些高難度的關卡,輸出是足夠的 因為他的被動 被動5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本來想說他的被動5是 但是這個寫法我以為是 沒有辦法疊的,那實際用過是可以疊加 所以自身同時-4 然後右側 的紅屬性也會同時-4 的部分,那其他紅屬性的話會-2 好,所以這個接收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OP 這個真的是有嚇到我這個傷害 然後整個用起來來說的話 其實他還是蠻順手的啊 然後雖然這個點按次數10 然後加1萬5的量 其實 雖然相對性的積累一些些啦 但是整個用起來 還是說 當能復發的時候 還是會有在日版有不錯的爆發 這樣子 所以其實 以萬三才神這樣子來說啦 這樣見到日版的話 他大概就是 只有排行榜不會看到他 就是你排行榜可以拿來 拿他打一些分數 但是 你說要打到最高分的情況下的話 應該還是以趴數疊弓的為主 所以 倒是不要太擔心說 以後會不會 日版的排行榜會全部都是萬三才神 至少 目前 用起來的感覺是 可能性還是比較低一些些的啦 所以 其實來說 他這隻算是 還蠻全能的一個角色 然後 算是有 在台版把 他在台版之前做的 能做到的事情 大部分也幾乎都引入日版了 這樣比較可惜 就是沒有擴充跟 政府嘛 那這個兩個本來 本來這日版就還沒有實裝 那這兩個裝下來 就整個生態就會都被改變 那看起來現階段來說 日版還是沒有打算 讓這兩個超級OP的系統 進到日版來 那就可能 再看看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正式用啦 那所以這隻的話 當然是用起來 是還算蠻不錯的 但是 他的生態有真的 徹底改變 像諾亞這樣子 徹底改變 一切的生態嘛 那我得說 我是覺得 倒沒有說 那麼誇張 好像諾亞真的是 改變了 一切的周回生態 然後大爾文的話 算是改變了 當初改變了 所有高難度的 一些走向 那我覺得萬山財神的話 就算是 讓火隊輸出變得更高 但真的有改變什麼META嗎 我自己是 倒覺得 還好 因為像炎炎的兩隻火腳 呃其實 尤其是第八隊的隊長 呃 他是紅轉C掉啦 所以只有紅轉爆彈的情況下 還是會互相擠壓 所以主要的話 可能 萬山財神還是會 以搭 伊莉亞 在日版的話 還是應該會以搭伊莉亞為主 其他其實 就到比較 沒有那麼感受 那麼深啦 那這個是整個 玩起來的感覺 那其實這隻角色 還是算是蠻不錯的 那最後也稍微 複一下我20抽抽的結果吧 就當做小小夜障之類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看一下 我可以送給我 那一次 我可以送給你 或者是哪一個 那就是 你的影片 又是 可以按個鈴薯 但我可以按個鈴薯 但我希望你會按個鈴薯 不得 可以按個鈴薯 但我根本就有了 再按個鈴薯 那我就可以按個鈴薯 才可以按個鈴薯